网友留言问我 小胡子 我想买坦克500 看了坦克500的论坛 都说是油耗高 又让我很头疼 请问小胡子 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能不能买 行不行 油耗会低多少 又怕担心他的混动技术用不住 请问能不能入手 可以 没问题 但我先跟你说明一点 坦克500的汽油版油耗并不高 属于正常油耗 别倒一到国产车上面就说油耗高 那还不如说你玩不起养不起呢 你看开普拉多巴道和库鲁哲的 木马达的车主 谁超超天天说油耗高了 那车贵 他能买得起能养得起 自然就能养得起 对不对 我还告诉你 买不起普拉多巴道库鲁哲的 你还想玩越野 只有坦克300和坦克500 再低一点的是哈佛S5 那都是首选的 这个家伙你没有第二选 这家伙让你们实现了悦梦 加不起油 反过来又倒咬一口 说你油耗高 它是非腾买式车身的结构 带大梁的越野车子 哪有油耗低端 兜里没有杀瓜来找的 你别玩越野 话说回来 坦克500插混能干 长轮汽车的插混技术是可以的 没问题 它的发动机和变动箱 核心零部件都是终身质保 电池也是终身质保 前提是有一点 必须守任车主 最大公平300 最大扭矩750 虽然是个20T四缸机 不是六缸 但是动力绝对是够用的 油电一起去用车吧 绝不会让你玩越野的时候 感觉动力不足 主打就是动力足 还油耗低 有很多人都说嘛 油耗高 你出了个混动 你像普拉多 还有八道 他们会固定你这个想法吗 不会的 知道吗 他这个插混呢 亏电最大的一个油耗 才11个 亏电是 平时也就7个到9个之间 一个这么大的个 带大梁的 飞整彩式的越野车吧 这个油耗绝对是够低了 相比他的汽油版 接近省了 接近一半的油耗 连改压出7秒 绝对够用 你就用吧 家里啊 有能安装充电桩的 还是能买这个 插混版本的 知道吗 散电技术 没有问题 能用主 虽然是不如这个 比亚迪 但是也能用主 也靠谱 能终身质保 你怕什么的 对吧 越野通过社群能力 动力上 马力上 也就不差于 你这个坦克500 六缸机的 知道吧 所以说还是可以购买的 下面电池做的保护 为了玩意 怕脱底什么瓜的 也做了一些防护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插混就是为了 省油而生的 那么四年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